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说啊 相亲节目特别火 最近在内地 那么你看杨叔这个女的 他就看得不舒服 他就觉得呢 怎么这些其实都是电视台做节目嘛 做节目那么你看你像他那个《非诚勿扰》那个节目 特点很有意思 过去这个相亲节目啊 是同样多的男人和同样多的女人 你看他的格局啊 是一个一个男的上来 一排女的在那看 其实这种设置啊 是什么呢 你比如说是换过来 如果是一排男的在这挤兑一个女的 观众不能容忍了 对吧 观众不舒服了 但是你会发现呢 一帮女的在那怎么踩会一个男的 大家认为可乐 就是感觉男的还是比较扛臊是吗 那么出来了很多经典名言 什么宁愿坐在宝马里哭 也不要以坐在自行车啊 怎么着啊 就是说怎么这些女嘉宾很多表现出对钱的要求 对钱的这个 可恶 有些人也说呀 反映现实 怎么讲 咱们还聊过 就那天没讲完的 我说 有一个调查啊 说是六成广州的女大学生 表示要嫁妇二代 这个很出名 但是最近呢 我就说我又看到一个调查 说不要侮辱我们女大学生 我们就重新调查了一下 你说这次是六成女大学生啊 表示选男朋友啊 愿意选择潜力股 什么叫潜力股呢 就是说有这个事业发展的潜力 但是现在可能还是一个普通的 那么愿意跟他 就是能够等 看出他有潜力 希望将来他能够凭着他的踏实肯干等等 一定能够获得地位和财富 希望什么爱情事业双丰收 我的一个感觉啊 就是什么呢 换肠不关药 为什么呢 我说这个六成潜力股啊 咱是有社会经验的人 恐怕九成九 他一辈子也是潜力股啊 蓝筹股 但是这些女孩子都在那 他还是存着一个指望啊 指望你是蓝筹股啊 我说这到时候压宝压错了 一辈子就是一潜力股呢 那不是爱情事业不能怎么通修啊 对对对 没有我听完这个统治数字啊 我也在不同的媒体看到不同的数字 就是六成七成等等 我每次看完以后的感觉 就感觉说革命上面未成功 同志你同志啊 同志还需努力啊 因为应该到了九成 或者说百分之一百 都把钱这个看在最前面 我说到革命才成功啊 因为我是认真的 因为这么多年以来啊 我觉得到了现在才开始 搏乱反正 就是说以前一直有钱的男人 是受到歧视了 discriminate 歧视 因为一直以来 我们从小都看到嘛 就是说总是觉得说 选男人又选有才华的 或要选所谓的钱义股 有未来有迹象目标的 理想远大的 很多年轻的女生 一听到说有钱人啊 以前那个年代 一听到有钱人呢 马上反应就是说 我不要 好像我不贪钱了 我不把钱看在前面了 坦白讲 那完全就歧视了这个有钱人嘛 有钱的男人其实很有他的魅力 很有他的其他才能 你根本先把他排聚在后面 就等于没有给他足够的 平等的机会来跟你互相 没有这样的人来讲会 对不对 没这种傻女 就是说我找男朋友 先把有钱的派出在外 没有这样的人 那假如你先在问 第一个我们看数字嘛 是只有六成嘛 所以我就说